变成这种形状,下面也会列出来,所以有的时候工具的选择还是蛮重要的,这是一些资源。 你看这个设计的话,后面我会讲到,我把它结构进行了个分类,这边全是资源项,这边是业务项,这些业务用到的资源在这里被我进行了分类,actor,角色,字典,文档,问题和视图,都会给它分开来,每一个这些对象实际上就是个类图, 就是一个类,看到没有,大家可以看一下,每个都是一个类,这样子我们在做设计的时候,到时候就一目了然了,哪些对象是我们的功能上的,哪些对象是我们的界面上的,OK,简单了解一下,就是我们画类,类的视图, 好,这就是这样的,这个其实也是我原来的一个例子,这个例子,这个就是我们那个wap的那个例子,但是我找不到了, 那么最后我会告诉大家,实际上我们把这个画出来了之后,不但是我们的类搞定了,而且我们的表也基本上设计出来了,表也基本上设计出来了,你看我这还用到了很多的,这个叫什么,这个叫什么,组合,组合,yes, 内图我刚才没找到,内图我没找到,那么我们再一起来看一下我们类图里面的重点难点有哪些,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围绕内图,我把重点难点给它画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关系,画了一个关系,看看最后你掌握了几何, 类和对象,要分得清楚,属性和方法,包括构造函数, 也要分得清楚,这个我都讲过了,构造函数create,还记不记得, 约束, 关联, 约束这个地方, 实际上就是我们, 就是我们的, 一些像一对一啊, 一对多啊,就这样的一个东西啊, 关联,association, 这个我们刚刚也讲过了,就贬设了, 常规关联,没什么好说的, 关联类,讲过了,对不对, 限定关联还没讲, 和自称关联,什么叫限定关联和自称关联呢, 我们有的时候, 会有这样的两个类的关系, 一个是银行, bank, 一个是我们的bank user, 或者叫customer, 客户, 客户和银行, 他们有什么关系, 是有 多对多的这样一个关系, 对吧, 是多对多的这样一个关系, 那客户和银行卡呢, 客户和银行卡呢, 一对多的这个关系, 对啊, 所以我们当然可以给他们建立一对多的关系, 但有的时候我的分析重点是在于想要表现银行和客户的关系, 所以我们在关联的时候, 往往会用到一个多对多的这个关系, 对吧, 用到多对多的关系, 选一下啊, 好,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有的时候我实际上对多关系不好分析的时候, 我更多的, 我就要考虑到, 哎, 有没有办法把建设多对多直接给他转换成一对多,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就还有一种关联方式, 叫做限定关联, 我们来看一下, 我看这是半个端吧, 是人人摁的一是不是半个端, 就是半个端, 那么我们在半个端, 银行这块, 我们给他建一个银行卡, 半个卡, 银行卡和我们的用户之间应该是什么关系啊, 一对一, 银行卡, 一张卡一个用户啊, 对, 那么, 比方说是一对一嘛, 或者一对多的这个关系, 对吧, 反正这个地方我就认为是一了, 对吧, 起码一个银行卡对一个用户, 一个用户有可能会有多个银行卡, 对吧, 反正我先给他弄成一吧, 就这样的一个关系, 这样子, 你看, 我们原来的那个复杂关系, 他是不是就转换成这个样子了, 就他, 他本来是跟银行那个关系, 现在给他转换成银行卡的这个关系了, 他们关系层次就降低了, 那么在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这条线其实也可以做一个更改, 把半个这一端也给他改成一个一, 我顺着于把用户这一端也改成一个一, 就让他们转成一个一对一的这个关系, 一对一的这个, 或者这个如果不是很准确, 我们看一下这条线, 他们之间本来是一对多的, 对吧, 本来是一对多, 对不对, 这边肯定是一, 那么, 实际上我现在干嘛呢, 我给他银行卡里面有这样的一个ID, 定一个card ID, 那么这个时候, 你想, 每张卡的这个ID和用户之间, 是不是就是一对一的关系了, 这个能力解, 因此, 他们之间也就变成了, 明明是一个一对多的关系, 他们就降低降为了一对一的关系, 这个是不是就叫做了一个限制, 叫限定关联, 那这个图怎么画, 就在他下面画一个这个语课, 这其实是他在这边的一个内部的这样一个属性, 好, 这就是限定关联, 那么自我关联当然也简单了, 比方说, 我们在这儿, 员工, 员工的时候, 我们可以给他建一个自我关联, 自我关联是什么意思呢, 给他拖到这边来, 这几个线重叠了不好看, 他也有两端, 对不对, 我们有一端叫什么呢, 叫雇员, 我们给他写个名字, 叫雇员, 另外一端我们给他写个名字, 叫老板, 也就是说其实老板也是员工, 对不对, 他们实际上自己在跟自己做关系, 这个就叫做自我关联, 那个约束啊, 什么一对几一对几, 大家可以自己来画, 所以无论是老板还是普通的雇员, 实际上都是用到我们这个类, 对不对, 是这样一种情况, 你看又学了两招, 又学了两招, 这个就是我们的限定关联和自身关联, 下面, 泛化和继承, 泛化你就把它等通为继承吧, 别搞那么复杂了, 抽象类, 抽象类怎么做, 也说过了, 就是一个邪体, 邪体, 依赖, 聚合和组合, 接口和实线, 这些至此我们是不是都会了, OK, 好, Good, 要求大家把这些全部都要下来, 能够在我们的star email里头把它画出来, 并且知道它们的实现含义, 并且甚至于能够联想到它们所生成的代码的样式, 这样以后我们在做设计的时候非常有用, 好, 下面问问题, 我不是程序员, 需要用类图吗, 有必要, 类图其实是描述对象实体的一个对象图, 虽然它类似于接口实线等特性, 就它里面的像接口实线这些特性我们用不上, 因为你不是一个程序员的时候, 你可能就不会用到它, 但是我们会用它的属性和操作来分析我们的对象和对象之间的关系, 对不对, 所以很有用, 而且我们本来也说了, 我们的类图往往其方向, 我们并不是实打实的去对应着我们的代码, 当然你希望直接在画的UML就生成代码, 不是不行, 你就我前头说过, 就要用我们的开发的IBE里面自带的那些图, 不要用这个starUML这样的外部工具, 那个会好很多, 特别是.NET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 聚合具有传递性吗? 什么叫聚合的传递性? 就是这个对象, 由他, 他, 他构成, 那么如果他这个又某几个对象聚合, 我们能不能说他们组成了他? 能。 中间那个就可以不存在吗? 可以不存在, 但是对象还是得在, 你就记住一点, 你不要老想着他不在, 我们把类图都画了, 你怎么可以说他不存在呢? 类图都出来了, 对吧? 所以聚合是有传递性的, 类图的作用, 需求阶段, 定义我们的对象属性, 你看, 我们之前在需求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画过一些用力图, 这个里头没画。 这工具太不方便了, 你看我点这个叉, 打不开。 奇怪了, 非要双击, 或者叫什么呢? 叫他不滑动的时候可以打开吧? 你看不滑动的时候, 你要导致, 让他不要滑动, 只要他, 他这个地方要滑动, 我们再试一下, 就打不开了, 他先, 这个工具还是有半个, 放进, 我们在这儿, 桑蒂, 看书, read the book, 连接, 看书, 看的是什么样的书呢? 或者书的本身的一个内容呢? 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最好的一种方式是怎么做呢? add一个class book 给他定义 他的attribute, 但是我们在需求的时候用不上他的operation, 对不对? 需求的时候一般情况下我们是用不上的, name是什么? name 什么类型? 你可以指定一下, 等于死郡 这个我们直接敲也是一样的, 当然你也可以选, 对不对? sundi 同样的 title title就是name 然后publisher 是什么? 清华出版社 好 然后就把它进行一个指向 工具真实 extend 好 你看 这个时候是不是就是我们想要的这样一个效果 所以 我们类图往往在我们需求的时候会用来定义我们的对象属性 这个技术 还有定义我们数据库之间的关系 比方说 我们来看 就拿他来说 user company 请问你在设计数据库的时候你会怎么去设计 user和company是个多对多的关系 对不对 那么我们在设计数据库的时候 我当然就会干嘛呢 照一张表 照一张表 再建一张company user relation这样一张表 然后让他们是一对多的关系 一对多的关系 一对多的关系在数据库里面怎么去实现呢 是不是就是主外界关联 对吧 我们那我们就知道了 OK 那么这张表里面它会有一个外界 这个外界是user 它还有一个外界 外界是company 这不就关联起来了吗 他们就是实现我们这样的数据库关系 那么在后面我还会在设计阶段详细的给大家介绍到 如何用我们的类图 对应到我们数据库的关系型数据库的七种关系 关系型数据库七种关系 我们有没有讲过 OK 一对一 单向的 是一种 双向的是一种 一对多 单向的一种 双向的一种 多对一 单向的一种 双向的一种 多对多 也是单双向 值得注意的是双向的一对多和双向的多对一 他们是相等的 所以这样加起来是一种 两种 三种 四种 五种 六种 七种 七种数据库关系 那么 以后我会告诉大家 举个例子 我们双向的 多对多 这样一个关系 我们实际上物理实现 应该怎么去实现 OK 第三 设计阶段 去设计我们的包 类结构 及关系 这个很容易理解 所以 你看我们内部的作用 谨记 最常用 最常用的 这些可不是书上找来的 这完全是我经验的总结 可能会不全 但我会告诉你 这三个 你起码得掌握 就需求的时候 定义对象属性 定书有关系 设计阶段 还有 具体我们的架构 具体我们的架构 无论你是在 做概要设计 还是做详细设计 做一个讨论 给大家一个需求对象 这样子吧 描述一个 我们最常用的用户组 和用户类 之间的这样一个 这样的一个类 这个简单 这个简单吧 这个简单 用户组 用户类 用户管理 我刚刚是不是已经演示了 只不过你需要加一个用户组 或者用户集合 集合这么表现 好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类图 我们就讲到这里 稍微休息一下 顺便把这个demo做一下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 增并化的这个例子 这是一个图 class tag 用户组 有一些属性 用户组 当然你没有加什么用户组 这些 简单的话 一个 那么下面就是一个用户组 用户组 跟用户组 它设定的是一个 一对多的这样一个关系 里面加了一个list 这个list是它的一个属性 实际上这个地方 你如果用了list 因为它是一个接口 加了里面的接口 你可以直接让它去实现 我们的list这样一个接口 不就可以了吗 就是一个集合 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画的话 如果你这个地方 你要用list这样一个接口 你可以在这上头 直接用 定一个list 定一个list 或者不用定义 你在这个地方直接 直接去实现它的这个 不是 你这个里头是要去实现它的 我的意思是 你要 你要定义group 和我们的yuda之间的这个关系 这个集合和它的一个关系 你应该让它去实现我们的list 明白吧 这是实现 没问题 关联 OK 你这个也没写具体的方法 大概是这么画的 那好 这个可能太简单了 再给大家 再给大家说一下 实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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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这里头 有的时候我们在做开发的时候 会用到一些常见的设计模式 这个可能大家有的朋友也都听过 有时候我们会用到一些比较常见的设计模式 那么成熟的ymao工具 它都会支持这些设计模式 比方说 比方说我们以前 讲到的那个notify 就是我们的observer观察者模式 我们讲 观察者模式的时候 其实你看这些工具在这都有根据模式来生成 它这里就有高尔夫经典的23种设计模式 什么结构型模式 行为型模式 构造型模式 对不对 那么 比方说我们刚刚我们要表现这种 它集合这种关系 那它就会用到一个典型的设计